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高血压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慢性疾病 许多人为了控制血压,不得不长期服用降压药 然而,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 饮食习惯对药效的影响不容忽视 某些食物与降压药同时食用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 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介绍五种 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应尽量避免的食物 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管理健康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 幼子及幼子汁 幼子及其汁液中含有一种叫做 孵南香豆素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会干扰肝脏中某些酶的活动 从而影响药物的代谢 服用降压药时食用柚子 可能会导致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增加 从而引起过量服药的风险 导致血压、骤降 甚至引发心率失常等严重后果 因此在服药期间最好避免食用柚子及其制品 2. 高原食物 高原食物是高血压患者的大敌 而服用降压药的人更应格外注意缘分的摄入 高原饮食会导致体内纳离子增加 进而引起水纳猪流 使血容量增加 最终导致血压升高 这样不仅会抵消降压药的效果 还可能使病情加重 日常饮食中 应尽量减少食盐的食用 多选用低盐或无盐的食品 注意阅读食品标签 避免隐形盐的摄入 3. 酒精 酒精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饮酒会扩张血管 短时间内可能会使血压下降 但之后却会导致血压反弹升高 而且酒精还会增加药物副作用的发生率 加重对肝脏的负担 影响药物的代谢功能 长期饮酒的人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应当尽量减少或避免酒精的摄入 以保障药效和身体健康 4. 高脂肪食物 高脂肪食物如油炸食品 肥肉、奶油蛋糕等 不仅会增加体重 还会导致血脂升高 增加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这类食物会影响降压药的药效 食血压难以控制 此外 高脂饮食还可能导致药物在体内的吸收不稳定 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 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 应当保持清淡饮食 多食用蔬菜、水果和全穀物 避免高脂肪食品的摄入 5. 甘草 甘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然而 甘草中含有的甘草酸 会引起体内钠和水的株瘤 导致血压升高 这对于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隐患 此外 甘草还可能干扰降压药的代谢 影响其药效 因此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 应尽量避免食用含有甘草的食品和药品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